中秋吃烤肉要当心别过量 如果又配上啤酒很容易引发胰脏炎 台中一位30岁上班族有高血脂 却没有服药控制 日前和朋友烤肉喝啤酒提前欢庆中秋 却出现腹部剧烈胀痛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胰脏指数 高出正常值的三倍 三酸甘油脂更是高出正常值的五倍 诊断是急性的胰脏发炎 经过近13天加上药物赎以治疗 住院一个月才出院返家 医师指着简报来说明这位急性胰脏炎患者的病情 原本都还好好的一个人 却因为高血脂的他没有服药控制 提前庆祝中秋跟朋友吃烤肉跟啤酒 而这一吃也吃出问题来了 胰脏肿胀的竟然比正常人大两倍以上 高血脂会引起我们的急性胰脏发炎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些 主要是关酸甘油脂太高的话 它会去刺激我们的胰脏 之后会产生发炎 跟酒精的情况是一样的 腹部脏剧烈疼痛检查后发现 胰脏指数高出正常值的三倍 而三酸甘油脂更是高出正常值的五倍 是急性胰脏发炎 而一些指出饮酒跟吃咒 都是会造成血脂升高 也会刺激胰脏分泌效素 而一旦大量的刺激就会引发胰脏急性发炎 而重度胰脏点的死亡率更是高达有17% 重度的胰脏发炎呢 有些人的话他第一个 他可能会产生感染的问题 急性胰脏发炎产生感染 第二个的话他可能说 会产生一些囊肿的问题 甚至需要开刀处理才行 患者经过禁食三天 加上药物跟输液的治疗 住院一个月才出院返家 而且提醒中秋节考证喝酒 千万要节制 尤其是高血脂的患者更要忌口 是李江台中采访到